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分别是妄想 指的是对于错误的信念 身心不已 那幻觉 指的是感知到不存在的事情 那混乱言语 指的是人讲话缺乏逻辑 所以通常个案的语言是让人听不懂的 相对于有混乱行为 以及最后是复兴症状 那我们待会复兴症状会再讲述 我们诊断四个视角症患者呢 必须在这五下症状里面 前三项至少五个一项 全部的症状必须至少出现两项以上 持续一个月 那这些精神病症状虽然会有所校长 但是前后整体的病程 必须达六个月以上 合并功能减退 我们才会诊断它是四个视角症 那边 这边提到的功能减退呢 我们指的功能包含 评估它的人际功能 血液功能 职液功能 以及自我照顾功能 任何一个面向功能减退 都算是功能减退 那刚刚提到这个复兴症状 刚刚表现出复兴症状 他很会被观察到的是 人面的不爱说话 对失误上是兴趣 缺乏动机 甚至是睡觉退缩 这边可能会把自己过在房间里 都不看人互动 也不出门 那有些视觉视角症的患者 他们一开始发病的时候 并没有被观察到一些妄想或患觉的症状 而是以复兴症状来养现 那这些症状 一开始会蛮容易被当作是悠悠症 那视觉视觉视角症跟悠悠症最大的不同 是 视觉视觉视角症的患者 他们的功能通常会持续的减退 而优医症患者 当我们的情绪相对挺稳的时候 都能够可以保住 目前视觉视角症的全球胜血率是11% 换句话说 就是100%里面 会有一个人得到这个疾病 但是种种原因其实有多少个案 都会能够及早就医 所以实际上 这个疾病率可能会比这个数字再高一些 那视觉视角症患者 他们的愈破其实包吻都不是很好 不然说 他们可能会反复的住院啊 症状更化 甚至是自杀 那我们陈大院其实在今年有做出一篇研究 是视觉视角症患者 跟一般族群相比 他们自上的风险高达31倍 那这些患者 他们反复的疾病复发 会让他们功能掉得更快 也许一开始他们能够读完高中大学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但慢慢的工作不能维持 人机也不能维持 跟人家没有互动 最后一点自我照顾能力都没有 所以最后就是常常待在家族 从一个有能力的人 变成最后只能当一个被照顾的角色 那这些照顾他们的人 通常会是他们的家属 但家属通常年纪都比较很大 所以 当这个个案长期需要仰赖的家属来照顾的时候 家属一旦生病啊 或是相继过世 这类个案他们的治疗就会容易中断 那这样的患者 常年待在家里 其实让家属有蛮大的医药 照顾负担 所以其实如果能够让这类的患者 否定的治疗 会怎么治疗 对他们的病情 对他们的功能保存 会有莫大的帮助 那么目前我们 就是四月校正的治疗方式 主要是以药物为主 那药物部分会主要是选择抗氧疾病剂 以及就是我们所谓的多胶胺解抗剂 那这类的药物分为口服剂型 以及长孝生剂型 口服的部分 顾名C就是需要天天吃药 那它的好处是在于 吃药之后很快 症状配合器 会等到一些环节 可是即便是一般人生病 都可能会觉得自己病好了 就不再使用药物 那我们看四个治疗症患者 很多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状况 不愿意服药治疗 所以一旦他们没有吃药的话 可能就会在两三天内 症状就会复发 出现一些干扰性的人 更严重可能会伤害自己或去伤害别人 所以现在我们要一页推广的是 另外一个治疗方式是长孝症的剂型 那顾名C打一次针 它的药物可以停留在人体内 药效可以是持续有两周的也有四周的 现在也有三个月打一次 未来也会再推广一个六个月 是打一次的长孝症剂型 那这样的治疗模式的好处是在于说 它的药效比较稳定 刚才也比较不用担心说 自己每天需要吃药 忘记自己有没有吃 或是因为吃药不舒服 就拒绝吃药 家属其实每天在低迷个案 吃药这件事情上 会相当会伤心 有些个案因为不愿意吃药 家属也会跟个案的 就是蛮多冲突 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 那长孝症其实也会让个案 比较可以 就是愿意接受治疗 虽然肝提到蛮多药物的部分 但其实我们治疗 不会只是药物而已 我们要着重其他层面 包含心理社会层面 我们必须医师端跟病人端 会是和个案以及家属 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 让我们可以理解个案 让个案跟家属 可以理解我们的治疗在做些什么 慢慢去提升个案对疾病的认知 让他认识到 即是精神病症状 不只是影响他的生活 也会让他的认知功能减退 只有稳定的治疗 可以让他们的变性稳定 以及让他们的功能保住 除此之外 也会让这些个案 接受一些精神附件 那精神附件的目的主要是 就是要减缓他们的认知功能退化 因为这个疾病 长年下来 他们的功能一定会慢慢的减退 所以如果他们 持续做精神附件的话 这个大数字会比较慢 另外也是增加他们的自我照顾能力 其实自有效症患者 如果能够愿意 稳定的接受治疗的话 他们的功能可以保存 即是可以做一些稳定的工作 如此一来 不但可以照顾自己 也可以减少加速照顾的负担 以上是我今天的演讲内容 不知道各位大家 对于我今天演讲部分 有没有什么疑问要提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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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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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卻有一些失覺失調症這類的個案 更容易在面對壓力的時候 就是發病的樣子 在日常上我們怎麼跟這一群失覺失調症 程度不一的病患共處 精神病症狀的時候 他們並不覺得那個是蠻脫離現實的內容 那一般人聽了會覺得說白話一點 聽起來怪怪的有問題 那種瘋瘋的 所以怎麼讓我們想說 我們他們會建議說 聽到剛才講的這些精神病症狀 比如說剛才可能會說 他覺得鄰居 他聽到鄰居的聲音要害他 所以他堅持跟鄰居來往 甚至有的 有的當然會懷疑是家人在飯菜以下 所以不願意吃家人提供的飯菜 那對於這些症狀 我們不用太去直接去質疑個案 所以我們就是有病 這些都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的描述 常會讓個案覺得自己不悲心的 他就會更不願意跟人互動 我們有點相似在短片 就是 跟他提到說 其實你這些困擾好像帶給你 就是對於生活上帶來蠻多的困擾 比如說情緒會不穩定 睡過頭 有沒有考慮就是及早就醫 不然我們會建議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 如果他是相對病情比較穩定 雖然病情穩定的個案 不太會講一些精神病症狀 不過他的行為有時候會讓人 我覺得不知道怎麼互動 因為他們這類的患者 通常跟人是不願意接觸的 那 不過我們願意讓他們多交流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就是把他當一般人看 你應該都怎麼跟人家講話 跟人家一起怎麼做一些事情 用這種方式去對待這些個案 因為他們欠缺就是 適當的社交技巧 所以如果能夠跟他們 用正常的互動方式 其實就是漸漸地幫助他們 就算是在這裡 但是他們不願意接觸的 就算了 我可以看到他們 就算了 不可 有些人 我可以看到他們